岁月留生,郑君免1917年出生赴1995去世,保安人,曾就读于华人书院,已故话剧演员,播音员,歌星级电影演员。 因在电影里尝试演某些阿非角色,神情形貌相似猫王皮李逝利,因此又称东方猫王,此外,他演查理也是一角。 郑君免于1920年代初移居香港,1930年代末开始担任拍电影,首次演出为广州三日图成绩,战前幸运可说是惨淡,战后也平平,其后由于一秋水等相继离世,他作为搞笑艺人生涯开始唱顺,其这名参演电影有《梁傻》、《戏戴纽文柴》、《傻人捉贼》、《武林圣火令》、《查理捉猫记》、《那个不多情》等。 但是他皆知相闻的是《粤语时代区》,他是《明星之歌》的原唱者,此歌由第一句郑君免至最后一句皆由当时的导演及明星名字组成。 此外,《独仔自探》、《1969》、《马迷狂乡去》、《飞歌跌落坑渠》、《半量仔》、《鲜花赠美人》、《买面包》等都曾流行一时。 无疑郑君免是香港艺人,但明显他最初的《粤语歌黑胶》唱片,应该不是在香港灌录的,原因是郑君免早期的唱片多是在马来亚公司灌录的,相信是出口转内销品。 要到了1957到1958年开始为和声歌林唱片公司惯唱《粤语时代区》时才开始掌旗居港。 事实上,当年南洋一带粤语人口极多,因此也产生了一批活粤语50年代初,中期的南洋、粤语时代区、歌手,既由马仔、李超凤、周群、小音音、白凤,也包括郑君免,甚至连国语天后及歌手白光,都是主要在南洋一带谋生的。 此外,他与当时主要在越南出道,其后在港居住并演出的《影光》亦有互相惆怅。 著名的作品有《影光》的《落翻半边百叶窗》。 回说郑君免在南洋灌录的《粤语歌》,其中的《两个傻歌王》和《奇王真第一》,都是和南洋歌手马仔合唱的。 说到这位马仔,必须一提的是那首到现在还常有人提起的《独仔自探》, 这首面是于1954年的二稿歌曲,其实词是由马仔田的,首先惯唱的也是他。 马仔原名卢叶华,《忠希乐俱善》,《奈何晚年寥道》,《忠老于老人院》。 1970年代后主要演出电视,成为《欢乐经销》,台主之一,曾经扮演曲剧人物《战事猛》,又曾在立的电视多次演出。 郑军冕晚年经济结局,已在望角唱《小九郎卫生》,90年代就连慈云山的护尾会剧参野唱,于1995年8月2日因酒病经一致无效与世长辞,享年78岁。 此前一些有关郑军免晚年的访问和去世后的报道,说他什么晚景凄凉,只是谣传。 1994年他去世那年,正是《一周刊》和《东周刊》《大斗法》,《山色星》报道兴旺的岁月,写风光一时的人物折舵,最能吸睛。 又或者,在一些人的脑海里,老人要儿孙绕熙才叫幸福美满,独居救济好凄凉,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开心与否,自己才清楚。 1990年香港华人救生会及庆祝母校70周年纪念,赞助华人戏剧设议演英语锣鼓乐剧《鸭雀如何做凤凰》。 演出定于3月31日晚上8时,在大会唐英乐厅举行,收入将全部捐赠香港公益金。 《鸭雀如何做凤凰》,一句,是一出极饶风趣之喜剧。 此次演出,由该社社长黄展华亲自指导。 是次演出并邀的现任政府官员之该校校友陈祖泽、孙明阳、陈英权与黄新华等粉末登场连同演出,戏剧《鸣林镇军》免一客串单眼一角。 门券除预售每张一千元之名誉券外,余分为二百元、一百元及五十元二种,在港九个电脑售票网及香港大会堂公开发售。 1992年3月有东方猫王之称的郑居棉达映亚视,演出,飞去电视台,之郑居棉岁月回响。 届时邀请一般老友在节目中接受访问,分别有孙森、斑斑、蔡和平、西秀兰、潘迪华、汪琪、何嘉莲、萧生及第一代导演梁伟文等一起怀旧一番。 棉叔答应演出亚视,主要是看在何嘉莲,萧生有情分上,她事不计较酬劳,笑颜亚视给五千元也会接受,不会以前着眼。 棉叔在招待会上谈笑风声,大方谈及她生命中的女人,坦言一生中经历过四次春天,可惜每个春天都舍她而去,主要因她长忙于拍戏,几位太太都埋怨她无暇陪伴。 棉叔笑颜快有第五个春天,日前有朋友做梅香弟,彼此已展开约会,大家很合拍礼。 现在闲来会欣赏乐剧,她有感而发说,同年代的艺人,见一个无一个,雨量刺拨,邓继承也是好友,不过两人已先游。 棉叔本人不怕死,今日不知明日是,所以人生得意须尽欢。 现在棉叔独居于元朗,经常有朋友前来探访,此外她在乡间南投租下一所万尺居所,五年租约共12万人民币。 1994年8月镇军棉在保安现阴肺炎病逝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不少圈中人关注,由于棉叔已有年多没有露面,这段日子在乡间休养,事已,她甚少与外界联络,有关她的死讯亦无从证实。 棉叔与胡锋是圈中较为熟悉的朋友,她对于棉叔死讯也是从报章上得息,并未得到证实,自从棉叔前来休哥的60岁大寿后,两人便没有见面,其后大家也有联络,后期棉叔的传呼机停用后,休哥也联络不上对方,休哥希望棉叔病逝的消息只是传言,不是事实。 休哥只说棉叔返回乡间后,由于那里没有电话通讯,故此神少与外间联络,不过休哥强调棉叔的晚年并非外界所看得潦倒,他在乡间要求清茶淡饭的生活应该没有问题,而棉叔最大心愿是到乡间居住,建有自己的房子,房子外有个小花园,他在花园里种花灌树度过晚年,如今他总算心愿达成。 当年棉叔经常将乡间房子的照片给休哥看,对于周围生活十分向往,休哥为万一对方病逝的消息属实,临终前也算完成心愿。 棉叔与休哥在粤语片时代常有合作机会,其中最难忘是笑片,成家历世,反应不错,印象中,棉叔是为老实人,经常被人误笨,棉叔也曾被休哥在麻雀台上误笨,棉叔本身没有机心,不懂讨人便宜, 是为交得过的朋友。其中黄百名,便与他合作了三部电影,分别是《七年之痒》、《发达秘籍》及《虾醋大丈夫》。 在拍摄《虾》片时,还发生一个笑话,话说棉叔穿了牛仔裤便服到片场开工,后来换了戏服演出,当收工后,他即换回牛仔裤便服离开,到他走后,大家才发现他原来错穿了钟楚红的牛仔裤。 周润发表示,多年前易静会会员曾去新界探过棉叔,并打算为他申请入住老人院,但棉叔不接受。 由于棉叔有子有女又有乌,发载相信其晚景不会太凄凉。 2021年8月有街头访问节目《娱乐问的第一》,访问年轻人对于一些广东话改编歌的熟悉程度,考考大家能否接到下一句,甚至唱完全首,一发觉不同年代,不同的区的学生歌,所流传的改编歌会否不同歌词版本? 当中有些改编歌,如果你知道出处,可谓出卖年龄,例如,《落街无钱买面包斜线靠奢我又怕被人闹斜线度鸡四指二猫斜线受了鸡喊我开声喊》,是60年代有东方猫王之称的郑军眠所唱,改编字,地女花,的,香腰,一段,变成灰鞋鬼马的歌词,唱到截之相闻,慢慢演变成,《落街无钱买面包》, 这首小学生都懂得唱的改编歌,大家能唱出你的版本吗? 后来这首歌被影光改成,《落翻半编摆叶窗》,《买面包》,一成为了,《卖豆菠萝油王子》,电影歌曲,为更多不同年代的小学生认识。 除了《买面包》,一曲,006掌36斜线高脚7斜线中有一只大头6,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同样是郑军眠所唱的改编歌,改字广东音乐,南洋小姐,变成,独仔自探,当中有不少,排酒用语,歌词通俗以上口,唱出赌徒新声,又劝大家不要沉迷赌博。 到了80年代,因,陪着你奏,一曲非常受欢迎,就有,陪着直购,这首改编歌,由鲁海鹏鱼,欢乐经销,表演,同样因歌词鬼马,渐渐流传成小学生都认识的,陪着你哦。 每一首改编歌都是大家口耳相传的小乐趣,亦是大家读书时代的集体回忆。 大家又有印象深刻的广东话改编歌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